另外一个人物是台东县严萍香 一个被称为山猪王的布农族猎人吉亚努 昨天清晨他在山区又猎到了一头重达130台鲸的山猪 这是他生平猎到的第一千头山猪 也创下了台湾原住民猎人的新记录 这一头130台鲸重有长长獠牙的公山猪 就是被有山猪王封号的布农族猎人吉亚努 猎到的第一千头山猪 11号清晨5点多台东县严萍香山区 传来狗和山猪的叫声 吉亚努佩戴专用的短刀和一群土狗上山 结果发现是一头强壮有力的公山猪 双方马上展开近距离搏斗 最后吉亚努眼明手快 往他的心脏刺了一刀 公山猪立刻倒地成了他的猎物 一大早就带几只狗说追小猪 没有想到是大猪 今年56岁的吉亚努 16岁就跟着父亲猎山猪 猪人的农地常被山猪破坏 他们都会主动出籍 帮猪人除害 5年前吉亚努在家里盖了一间山猪博物馆 专门收藏山猪头骨 这次猎到了他生平的第一千头山猪 比他父亲猎到的700多头还要多 创下新的记录 不过吉亚努猪猪也很有原则 母猪和小猪只驱赶不猎杀 专门找公山猪下手 但是逃进原始林里的公山猪 他也不再追捕 让他们可以继续繁衍 部落族人才可以永续利用这样的资源 和山林共存 记者江平哲台东报导